噔噔噔噔 今天我老公过生日 我老公就说 这个生日简单一点 就在家点个外卖吃 他就特别想吃汉堡啥的 然后这个生日就过一个极简版生日 我跟你说我出差 生日快乐 谢谢 今天不但有红包熟 还有媳妇请客吃的饭 今天就想吃一顿汉堡比较 结果就各种吃羊肉当地的特色饭 一顿都没吃上 回来正好趁机机会吃点吧 虽然不是啥好饭 但是对于此刻的我来讲是非常满足的 来来来 开吃开吃 开吃起来 饿死我了 还有热魂了 阿嬷给你这么多干鞋酱 很大棒 很大气 这个好评 干杯 干个包 干杯 干包 小时候就特别羡慕人家吃汉堡班的 小时候 这种快餐属于奢侈品 一年也就吃个一两回 小时候一个汉堡是不是二三十啊 很贵 可能现在对她的喜爱是源于 对童年的缺失 这次的喜爱现在是方便 对 今天最大的快乐是 不用刷吧 我媳妇不用做饭 不用刷碗 吃完一扔 舒服 咱俩真是在家没点过外卖是吧 咱俩没有在家一起点过外卖 好像 分开在家是点过 你不在家我老头都点 应该是煮个面条 不急不急 咋俩像 在家野餐啊 露营 我一把帐篷直起来 像不像 下次咱出个露营 就点个肯德基 对 买到了 跟她约定 公园小树林 哪个哪个 建筑物往西100米 再往南50米 就到了 嗯 这边还挺辣 越辣越香 有谁过神人能像我俩这样 估计也是 也就我俩这样了 也就你能干出来 其实过生日我觉得不需要有 固定模式 干你开心的事就是快乐 再来点快乐肥肩水 快乐加味 看个庆余年 真的是过生日 有我俩这样也是没贼了 是不是 等着周末再好好拖一堆